哈喽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 今天到了我们yoyo story听故事的时间 小朋友你有看过乌龟吗 我想每个小朋友应该都有看过乌龟 但是你有看过海龟吗 或许你也看过海龟 你可能在水族馆或者是海洋公园里面 看过海龟 又或者是你的爸爸妈妈曾经带你去浮浅 或者深浅有看过海龟 你知道海龟最近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科学家发现啊 海里面的熊海龟越来越少了 熊海龟就是男生的海龟越来越少了耶 竟然是全球暖化惹的祸 就是地球越来越热了 天气越来越热 所以越来越少的熊海龟是怎么回事呢 yoyo story今天就带你来了解 了解之前我们先来学乌龟的英文是 turtle turtle 那如果你要说海龟 海就是 sea 所以海龟就是 sea turtle 小朋友你准备好了吗 我现在就要带你们一起到澳洲的大宝礁 去看看这些绿西龟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走吧 来坐上我的时光机吧 go 在澳洲大宝礁北部有20万只绿西龟 既然几乎都是雌性海龟就是女生的海龟 为什么很少看到雄性的海龟呢 原来啊海龟的性别是由沙滩的温度所决定的哦 澳洲的地理位置位于地球的南半球 所以它的夏天是在12月到1月的这段时间 这个时候海龟妈妈会到沙滩上产卵 再用沙子把卵埋起来 小朋友你知道海龟妈妈都是在白天产卵还是晚上产卵呢 哇哦有些小朋友好厉害哦 没错就是晚上哦 所以啊我们要等一等 等到晚上的时候 看看海龟妈妈会不会来这里产卵 你想要跟我一起等吗 来吧 海龟妈妈怎么还没有来啊 我都快睡着了 小朋友 你是不是也快睡着了啊 不行不行不行 你们帮我听听看 有没有海龟妈妈要来产卵 好不好 我们一起听听看 有没有没有 我听到了 我有听到好像在哇沙的声音 哦那边 看到了 我赶快去问一下 海龟妈妈 海龟妈妈不好意思 我知道您刚刚产那么多的卵一定累了 但是我们真的很想知道 为什么现在熊海龟越来越少了 哦哦的确 哎我真是累 你等我一下 哎呀一次产了130颗卵 实在是很累 你刚刚是说你的问题是什么 啊哦我想起来了 你的问题是为什么我的宝宝是男生比较少女生比较多是吗 呃对 我们是想了解为什么现在熊海龟越来越少了 吃海龟比例上就多了 那是为什么呢 啊是这样的 我们的宝宝 孵化 是靠温度去决定性别的 通常 通常温度在摄氏29.3度以下会是男宝宝 若是在29.3度以上就会是女宝宝 但是近年来沙滩的温度经常维持高于我熊宝宝出生的温度 所以生出来的大部分都是女宝宝 哦我了解了 原来是因为温度常常超过29.3度 所以熊宝宝的数量就变少了 哎 怎么会这样呢 真的是因为全球开始暖化了对吧 哎 你说的没错 的确是地球暖化了 但是你知道人类对我们非常的好 他有一个补救的办法 就是适当的帮我们浇水 或者帮我们做遮蔽物 让我们在竹巢的时候在沙滩上能够凉爽一些 可以降低我们产卵地方的温度 那政府也有海龟富裕计划 我觉得人类实在对我们很好 我就不多说了 我必须回到大海里面休息了 很高兴认识你 也很高兴你愿意来了解 海龟可能即将面临绝种的危机 啊对了 如果你想知道 我这些宝宝到底有几只男生几只女生 你八个礼拜后来到这里 他们就会孵化了 好了再见了 嗯好的再见了海龟妈妈 小朋友你想不想知道 最后到底有出生几只男生几只女生的海龟呢 走我带你们坐时光机 直接让时间快转八个星期 Go 小朋友 你有没有觉得听起来好像女子军团的声音啊 哇结果你知道这些海龟宝宝 真的大部分都是女生耶 男生真的有一点少 我来算算看 到底有几只男生和女生啊 哦你不用算了啦 我自己告诉你好了 我是一个男的海龟宝宝 哦我们这一次出生的只有十只 是男生 其他都是女生啦 那这只有一百只 所以一百减十等于多少 你自己算 你就知道女生有多少了 好了 我们要回来到海里了 再见 后会有期啦 拜拜 小朋友 你有算出来有几只女生的海龟宝宝呢 答案是 九十只 男生的海龟宝宝只有十只 所以 比例还真的差蛮多的耶 根据科学期刊当代生物学刊登一份美澳联合研究 研究指出呢 近年澳洲大宝礁北部 出生的绿西龟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是雌性的 雄性出生率真的越来越少了 全球暖化是主因 那我们可以为全球暖化做什么呢 我觉得我们可以做到的 就是 离开房间必须确认 灯关了没 冷气关了没 电风扇关了没 离开一个房间要确定所有的电气用品都是关闭的 或是我们可以提高冷气温度的设定 平时若是开二十五度 可以在较不热的天气调成二十六度 如果平时是二十六度的朋友 我们也可以调成二十七度 小朋友 你还记得乌龟的英文怎么说吗 乌龟的英文是 Turtle 对了 那海龟呢 Sea Turtle 对了 YoYo Story听故事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end- 谢谢观看